本甲酸為弱酸K6乘10-5 因此第一步我們先找出本甲酸的莫素及濃度 首先我們將本甲酸換算成分子4 C7H6O2 因此分子2等於12乘7加上1乘6加上16乘2 等於122克除於莫爾 因此本甲酸的莫爾數 就等於重量6.1公克 除於分子量122克除莫爾 因此等於0.05莫爾 而濃度 就等於莫素0.05莫爾 除以100毫升的水的體積 也就是0.1公升 等於0.5m 首先我們先計算A選項 首先STP標準狀態之下 氣體的莫爾體積是每莫爾 氣體占22.4公升 因此鹽酸的濃度就等於 體積22.4毫升 先變成公升 所以是乘10的負3公升 除以莫爾體積22.4 升除於莫爾 再除以溶於100毫升的水中 所以是0.1公升 等於 10的負2m 也 然而鹽酸為強酸 因此也是氫離子的濃度 由於A選項是鹽酸 融進去本甲酸中 所以是屬於氫離子酸的 同離子效應題目 因此我們必須先寫出 本甲酸的解離方程式 C6 H5 COOH 在水中解離成本甲酸根 以及氫離子濃度 然而解離前 本甲酸濃度 剛剛有算出來 為0.5m 然後一開始 然後出本甲酸根為0 一開始就有氫離子濃度 10的負2m 這裡也就是 由鹽酸所過來的 因此我們向右解離 所以是消耗X 升乘X 升乘X 當我答到平衡時 本甲酸為0.5-X 本甲酸根X 氫離子為10的負2 加X 由於 本甲酸的 Ka 6乘10-5 不算大 因此 結出來濃度相對於重度 很小可以省略 因此就 氫離子濃度而言 也就是等於 10的負2m 因此 pH 就等於2 所以A選項是正確的 好 接下來 我們再計算 B選項 B選項是 通路 丟進氫氧化那 強減 於本甲酸 屬性中 所以是 酸鹼 中和反應 因此 產物為 本甲酸那 以及水 所以我們先計算出 氫氧化那 濃度 氫氧化那 末素為 0.4公克 除以 适量 40克 除以 末耳 再 除以 總體積 0.1公升 因為是 100%水溶液 然後本甲酸 濃度 我剛有算出來 為 0.5M 本甲酸那 為0 因此 中和後 由於 氫氧化那 為 強減 所以是 為 完全反應 氫氧化那 這 這 可明顯 氫氧化那 比較小 為 新浪 世紀 所以 中和之後 氫氧化那 消耗掉 0.1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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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寫出 我們先寫出 環氧汐液的 相關公式 H正等于 KA乘上酸 的浓度 除于 共二减的浓度 因此直接带入数据 所以清理词等于 KA6乘10的负5次方 乘上0.4 除于0.1 因此等于 2.4乘于10的 负4次方M 所以PH值 等于4 减掉漏个2.4 然而漏个2.4 我们可以换算成 4减掉漏个8乘3除10 所以等于4减掉3倍漏个2 再加上漏个3 减漏个10 因此等于4 减掉3倍乘0.3 加上0.48 减掉1 等于3.62 所以B选项 所以B选项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先计算 诸选项 诸选项 我们先直接带入 弱酸解零 解读α的公式 等于 根号C0分之 KA 等于 根号 6乘10的 负4次方 除以粗浓度 0.5 等于 根号 1.2乘10的 负6次方 等于 根号 1.2乘10的 负3次方 也就是 百分之 根号1.2乘10的 负1次方 因此 诸选项 不对 不是百分之五 接下来我们再看 C选项 我们先计算 本甲酸 再丢入 加入 本甲酸 那 结晶前 本甲酸 本甲酸 容易 PH值 为何 因此 氢子浓度 等于 根号 C0 KA 等于 根号 0.5乘6乘10的 负5次方 等于 根号 30乘10的 负6次方 等于 根号 30乘10的 负3次方 M 因此 PH值 就等于 3 减掉 LOG 根号 30 接下来我们将 LOG 刚号30转换一下 等于 3 减掉 2分之1 LOG 30可以猜成 LOG 3 加上 LOG 10 也就是 3 减掉 2分之1 LOG 3 0.48 加上 1 等于 2.26 接下来 本甲 我们再计算 本甲酸 加入 本甲酸 然后 两者为 共二酸 减对 因此形成 酸型缓冲容易 因此 先写出 氢离子 等于 Ka 乘上 本甲酸的 莫数 除于 共二 减的 莫数 也就是 本甲酸 的莫数 我们先计算 本甲酸 的 适量 所以 C6H5 CONA 先把它 写的分子是 C7 H5 O2 NA 等于 12 乘7 加 1 乘5 加 16 乘2 加上 23 等于 144 克 除于 莫 因此 本甲酸 的 莫数 就等于 重量 7.2克 除于 除于 144克 除 莫尔 等于 0.05 莫尔 因此 我们直接 带入数据 因此 氢离子 的浓度 H正 等于 K6 乘10 的 负 次 方 乘上 本甲酸 的 莫 数 0.05 莫 本甲酸 也是 0.05 莫 尔 等于 6 乘10 的 负 次 方 m 所以 PH值 等于 5 减掉 漏个 6 等于 5 减掉 漏个 3 加上 漏个 2 等于 5 减掉 0.48 加上 0.3 等于 4.22 因此 4.22 跟 之前 我算出来的 2.26 PH值 来讲 并没有 变成 两倍 所以 C选项 是 错的 最后 我们再看到 E选项 加水稀释变两倍 因此 浓度 则为 减半 所以 解离度 就变成 根号 一半的浓度 分之 KA 等于 根号 两倍 KA 除以 C0 等于 根号 2 α 所以 解离度 变成 原本解离度的 根号 二分之 倍 因此 一选项 是错的 所以 一部分